玩人粉丝在直播间问我 同价位 林肯飞行家和大众图瑞 哪个更好 后期更稳定 那我想问一下 视频前金融前的粉丝朋友 何老铁 如果让你选择同价位 你会选择这个飞行家 还是说这个图瑞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你买过 开过这两款车车主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你把握的建议 帮助帮助他 那么首先这两款车的 都是六七十万的 我都是来万里车的 都是很不错很优秀 开这个飞行家的 看不起开图瑞的 开这个图瑞的 也就是瞧不起 这个开飞行家的 都认为自己的很牛 很棒 飞行家他全系 就是六十七十百门 这个图瑞呢 全系都是五十百门 如果六十七十需求 你就是选择这个飞行家 飞行家是基于CD6 重置后驱动平台 打造的一款车子 和探险者呢 是同平台打造的 那么整台车的用料 是非常好的 1300兆化的这个 高强度钢就使用了40% AB入合顶梁 顶盖边梁 两个都使用了1700兆趴的 热乘性高 它的引擎盖啊 还有前防罩 两个都是铝合金材质的啊 这个抢路车的安全 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大众这个图瑞呢 基于大众的高端平台 MLB平台国家打造的啊 专门生产这个大众 德系的这个高端平台的车子 比如说Q7Q8 把这些卡验啊 兵力天悦啊 都是这个平台打造的啊 那么整个图瑞呢 由钢铝混合车人组成 高强度钢使用了58% 40%多的一个铝合金材质的成分 13%的一个热身银钢成分 AB入强度达到1400兆趴 所以说车的安全呢 也是非常优秀的 非常优秀的一款车了 这两款车呢 大众图瑞呢 它动力上有2.0T和3.0T版本啊 这个价位啊 560万6T4万买车 绝对不能买2.0T那个版本 动力太弱了 并且你花个560万买个2.0T4缸机 那不太二太低了吗 是不是 那是EA888的发动机 买一买的420T这个6缸机啊 是EA839的发动机 QQ8呀 还有这个保重机卡燕呢 都使用这款发动机 是不是他们叫的型号不一样 其实都是这款发动机啊 动力是非常优秀的 而且匹配了一个财福的8AT变动箱 那么飞行家呢 搭载一个福特原装进口的啊 3.0T双无论增压重置的一款发动机 动力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匹配的是一个10AT变动箱 结果变动箱就是通用福特一行研发那个啊 像福特猛禽F150啊 太行者啊 都使用这款变动箱 质量上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一二挡里有一些顿处啊 那么再说悬挂 这个飞行家前双拉臂 后面多连杆都是铝合金材质的 中高配还有悬挂 人员调节空气悬挂 而这个土瑞呢 采用的是前后多连杆 但是从低配的高配 全有的空气悬挂和原调节 这个是配置会也很好 很优秀很不错 土瑞呢 是非常厚道的一款车了啊 并没有通工减料 这两款车呢 这个发动机呢 都很优秀 都很不错 动力都很好 而质量都可以 那么变动箱呢 还是这个土瑞的财富 BIT更加的皮身奈兆 更好一些 学挂底盘呢 也都可以啊 调教的 各用的铝合金材质 都很不错 主要就插着一个变动箱上面啊 那么在一个土瑞的四驱能力上 要比这个飞行家更好一些 土瑞采用的是一个 脱身式的一个 这个机械插入器 机械插入器 这款这个土瑞采呢 要比他们那个 冠状池 机械插入器呢 要更好一些 更稳定 脱合能力也会更好一些 成本也更高 但油耗也要拼高一些啊 但四驱能力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土瑞采插入器 只出现在什么德系的一些 使用财富BIT这个车型上 如果是产用七挡四驱双立合 包括比如说奥迪啦 什么的 你他并不给你土瑞采 使用的过量池的 只有用财富BIT的 才给你使用这个 我只是德系车啊 大众车吧 奥迪车吧 他得给你这个土瑞采插入器 因为这个插入器嘛 被这个日本这个收购之后呢 用的话推销 介绍的话 得需要花广告费的 所以他一直在研究 自己的过程车的时候 继续插入器 四驱能力上 还有这个稳定性上 它是不如土瑞采的 你像这个投光R 他们就是有多片零个系的 中央插入器了 是不是啊 他们就是有这个区分的 那么这两款车呢 怎么说呢 如果说你要一个 中国司机来考虑的话 还是说这思续能力 操控好一点的啊 这孩子说这个 土瑞会更好一些 如果说你要是隔音 底边扎成了 智能力更好的 是不是隔音好的 那你选择飞行家也不错 这辆口车呢 都很优秀啊 都很好 选择哪一个 你都不会后悔的 都是性价比很高的一款车了 是吧 比同价位 虽然是不比 宝马这个奔驰好 但是说车的是非常优秀的 性价比很高的啊 那也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这辆口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里面有不同意见和小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